請問一下副部長 請楊副部長 請 委員好 副部長 其實今天針對這個服務條例的修正 我個人有幾點意見 我想請問一下 之前我們一直在提的那個 就是退場機制的條文修正過了沒有 是 就是如果說不適任的 然後要申請退伍 修正過了沒有 請 他今年修正過了 修正過人了 主席 委員在今年的六月份已經修正完畢了 現在自願意士兵的退場機制 我們可以分成兩大段 第一個就是他在受基礎訓練的時候 當他有不適應 或者他成績有不合格 或者他當初在報名的時候 有隱瞞一些跟我們所招生的條件不一樣的 那這種事情我們叫他退場 是你們要他退場 他可以自己提出來要退場嗎 他可以自願 他當他受完基礎訓練之後 到了部隊來服役了之後 在他滿三個月之後 他認為不適應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這個時候的狀況 他可以自己主動的提出來說他要退場 我們的這個會經過一個人品會開會決定後 之後他就可以離開軍中 然後整個那個過程如果說他提出來 這有沒有一些賠償的措施呢 這些措施之後那你們怎麼定的 就是按照他服役的時間的長短 那如果滿三個月之後他要退股 距離這三個時間越近 那他的賠償的金額會比較高 大概多少錢 七萬多塊錢 如果服役三個月內 大概賠七萬塊 就是服役滿三個月之後 他才能夠退場 然後他從他退場的時間開始往後拉 如果距離這個時間越遠 他的所賠的金額就會越少 越遠 所賠的金額 如果他服役五年呢 如果服役五元的話 那當然賠得更少了 就是依照他的服役年限 對對對對對 看他什麼時候退伍 他如果說到一滿三個月就退伍 那如果類似這樣 他提出來說 我不是認得要退場機制當中 跟今天要修正條文當中 如果說 說類似剛剛有幾位委員提的 他有受到 可能在犯了一些案子的情況之下 他提出來的話 如果說沒有建築報章的話 那你們從何去監督 委員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在軍中有犯錯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 內控的機制已經發現到了 不見得發現了 沒有建築媒體的情況之下 那萬一他就趕快就提出來 說我要離職我要退伍了 那如果他說自己本身 如果說他認為 他已經服役滿三個月 他如果說在這種狀況 他提出要退伍的話 那在我們沒有發現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按照他人民會的表現 還是順利 對我們會讓他退伍 那如果說他各方面來講 他應該會有一些的跡象出現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會做很適當的一個考慮 我們現在就擔心說 像今天我們要修正的條文當中 包括我在提出質疑的當中 就是如果說還沒有建築媒體 很多都是你們建築媒體或者是 因為有些在軍中犯那個犯錯 你們還知道 可是在社會上犯錯 他如果沒有經過司法程序 送到軍隊來 根本不知道的 所以這一塊如果他先提出來說 我申請退伍了 那變成說也是另外一個漏洞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你們也要把它考慮一下 我原則上來講 在這個志願役士兵這一方面來講 我們當初設計的就是說 有很多志願役的軍官跟士官 我了解 他是有退休縫的這種狀況之下 他在外面如果說犯的錯誤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盡速的讓他退伍之後 可能在退伍之後 他可以繼續領退休縫的這種狀況 我們所以在今天的第15條 那志願役士兵這些就 志願役士兵他的退休縫極低位 非常 所以你們不太管就是了 不是不太管 我們會注意到這問題 但是我們當然是希望 在將來都會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不會讓這些人隨便的這樣子 在社會上胡作非為 而我們軍中沒有管教 因為不管說他是志願役士兵或士官的話 他本身都 如果說有這種犯錯的情況的話 可能在細節當中 你們還是要考慮一下 對 我們會考慮 會考慮 謝謝 還有我希望說你們那個退場機制的 那個辦法 賠償辦法 你們送一份給本席 是 沒有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因為沒有經過立法院 你們當然辦法不用經過 但是我們希望說 送給我們委員會 還有所有委員來參考一下 好 副長 我再請教一下 其實在針對這個 那個軍事官服役條例當中 我一直百思不解 對國防部這邊的一個機制 因為現在我們在整個經濟軍事案之後 人兵力一直在限縮嘛 對不對 從過去的可能是幾萬 現在大概目標是27萬 所以佔的職缺是非常少的 然後一直在精簡 各軍種都在精簡 甚至未來連後備啦 憲民都不用的情況之下 那很多在調整 就是人力部署當中 或者是職缺部 那個 那個佔缺的當中 還有一個年班喔 年班機制 我實在搞不得清楚欸 我一直覺得說 像所有文官體制的系統當中 也沒有說你年次太低了 就是你年齡太長了 所以不能佔這個局長的缺 不能佔這個處長的缺 不能佔這個部長的缺 可是我們軍中為什麼 還有這個年班的限制呢 為什麼你這個當學長的 這個年班早就過了 你根本不可能佔缺 那我是覺得這好像 很無理的這種機制 我是覺得用人是為財 如果說他的試任度 其實這些爭議 我們過去處理很多 就是有些是 之前軍中一直在講 要進修要進修 所以很多批評去念書的 然後在職務上 根本沒有時間 也沒有辦法讓你去進修的人 根本就乖乖的站在那個缺上 那當要評比的時候 哇完蛋了 我根本沒有進修的機會 這是一種損失 所以我是覺得 有時候要兼顧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他的學經歷的要兼顧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就年班的機制能不能取消啊 我是用人為財 如果說他真的是壞財 他真的到哪一個職缺之後才發覺 哇有一個人賞失他 而且拉他一把的情況之下 他才能站到缺 那不能說 哎呀 你看你是很好的人才 可是你年班過了 我是覺得這好像很奇怪 我不想 那個副部長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年班過了的 年班這個問題 我在沒有進到部裡面 也聽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在未來的這個國軍的能力調整 跟那個金吹岸的執行啊 這方面的整個的這個 人才的這個素質的這個維持 跟我們必須要用人為財的這樣一個 這一個目標之下 我是覺得可以去討論啊 這方面可以有檢討的空間 有些齁 尤其現在職缺當中 有些真的是 尤其現在很多 經濟的武器 我們採購 或者是訓練的武器 有些如果說真的是應該留的 或者是怎麼樣 年班過的你可以走人的 但是我覺得培養人還是不容易的嘛 那當然後期還有很多啦 那怎麼樣去做適度的調整 但是一聽到這個年班過了 我們覺得 這個機制對部裡面的人事的升遷 我是覺得好像不可理喻的這種名詞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另外兩個問題 我希望第一個就是 那個人事請回座 那個空軍參謀長 能不能提供給我一個 那個現在那個 那個國防空軍這邊呢 所有這個軍事基地就是 可能飛機起降的那個 噪音的 木林經費的比例是多少 各個空軍基地 好不好 那你把那個 那個提供給我參考 我想每一個空軍基地裡面 空軍各基地的那個噪音的 噪音的 對對對 因為有一些爭議聽說現在是 不是一千萬額度是 就你的需求可以再提出 我想我們了解一下 每一個基地的需求好不好 現在的需求 另外一個問題 請回 副部長 我再另外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 部裡面是哪一個單位 可以去提供給我們資料的 是 就是前一陣子媒體上有提到 就是因為飛機爐渣的關係 丟棄在那個水塘 不管高雄現在哪些地方 然後造成一些重金屬的污染 然後爐石也好爐渣也好 這些其實在使用當中 本來就很爭議的 它是算一個飛機物 但是又是可再利用的飛機物 是 那我了解軍中有很多單位 曾經去要過 那時候 林文元當中綱董事長的時候 很多軍事單位 或者你們的基地 或者是哪一些單位 曾經去跟中綱要過如渣如石的 哪些單位 用在哪裡 能不能提供給我們參考 是 因為這些來講 我很希望了解是說 有沒有危害到 國軍官兵的一個環境 會不會造成污染 會不會造成另外額外的 就是 不管是它怎麼樣的污染 因為我們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水的污染 跟那個土地的土地的污染 多少會有 而且一定要充分去檢測 它是一個比較酸性的一個土質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那個環境對人體是有害的 我想 或許當初 爐石爐渣 我也曾經處理過 你用在 使用在什麼地方 有什麼樣的功能是有 但是呢 我希望說 全部把它列測 列管之後 然後隨時都要做一個檢測 能不能提供給 給我這一份資料 可以 包括委員 您的這個問題 我們好好的 就盡快的整理資料給您回報 不管 今天是陸軍參謀長上來而已 我不曉得其他軍種有沒有 我希望有 陳軍跟其他單位 或者中鋼 除了中鋼之外 還有其他單位 有要這些東西 放在哪裡 那我希望 我們要列管 我們盡快的會整合 各單位 提供本席 還有委員會 一個參考 謝謝